哎呀 狐狸糊涂 您好 喂您好 那个我就是现在比较迷茫 想问一下 因为我是这样的 就是我上面有三个姐姐 然后大姐在国内 二姐在加拿大 然后三姐在美国 然后我们年龄差比较大之后我因为从小父母就是在美国那边和加拿大 就是来回跑 等于三个地方 我小时候比较讨厌去国外 因为亲戚问题 可能距离长时间不弄 但是现在我父母想让我去美国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 一个是我去那边的话 因为他们可能想让我搬据卡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 我搬据卡过去的话 我是不是再回来还方便吗 然后我去那边能干什么 因为我这英语不行 我那时候因为小时候比较讨厌国外 英语在家学习比较讨 没人管 所以说学习就比较刺 然后英语就更是讨课 之后我在国内现在等于毕业了 刚毕业两年左右 就是自己创业 然后开的奶茶店 我就想问去国外的话 国人去的话 开店会不会涉及到一些 就您懂我啥意思吧 因为我也刷视频 但是我之前就我在刷到您之前刷到是 叫好像是小野吧 好像是 之后一开始那会的时候是比较向往的 就突然就觉得他们在那边也挺好的 因为我跟我姐的相差 年龄都比较大 就是我父母50多才有的我 然后大概等我意思吧 然后我姐就等于我没有出生的时候 我姐就已经出国了 二姐三姐都出国了 然后我现在因为我本来是一开始是忤逆 就是我没有听我爸的办申请给他 我直接想先申请你签证过 就看一看 可是签证 早断了 得管理 又那啥了 你这个吧 大概我听完了 你去了能干啥呢 简单说 英文不会去刷碗 看你家庭条件 你家有钱工的 你就在那混吃等死 你就租个房子 每个月几万块人民币开修 对吧 你要是说打工 打工 那你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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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跟润却大哥没啥区别 润却大哥比你能干 可以这么说 你要说有地方住或者咋地的这个什么看看买卖什么的 这是纯扯淡 你但凡创过业的人 你到一个新的环境里 你必须得从事这个行业 你得从事多少时间 你得去发现 比如说人家的成本 进货渠道 对不对 这类的东西 你都得研究明白了 然后你才能去创业 然后包括你说开个奶茶店 洛杉矶奶茶店多了去了 国内大的知名连锁洗沙共茶 对吧 这些 有没有挣钱的也有挣钱的 你啥水平吗 一点点去了以后反正挺拉的 是不是 你自己看吧 就是再一个咱也不知道你家长啥屁好 就是都得送出去 国内待不了 对吧 你就这种的 贪人家长也是够糟心的 咋的都不对